大家好,我是愛麗絲 先跟大家說聲早晨 因為今天天美光出門口 為了今天的影片拍攝 可以看到街燈仍然著著 我現在的位置在台山口 對面是蓮峰廟 左邊上去就是拱迎馬路 三角花園的位置 左邊右邊就是青州大馬路 而我身後就是巴波沙大馬路 現在的時間還未夠6點 看看電話只有5點54分 為何這麼早起床出去拍片 究竟要拍些什麼? 如果有留意我最新的影片 《馬膠石炮台》的發佈時間 就知道我又在凌晨出片 出片又與今天拍片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今早要拍的地方 只有早上6點至8點 免費開放給公眾進去 為免自己起不了身 決定不睡覺了 等到差不多時間 就出去來到這裡 過了馬路 來到二區警察局 我們一直向前走 很快便會到今天要去的地方 大家聽不聽到清脆的鳥仔聲? 感覺好治癒呀 到了門口 應該差不多夠時間開門 可能真空準時5分鐘 這段提督馬路 我也有拍過 還說過我自己發生過不開心的事 拍完一個鏡頭 就開了門 想不到我是第一個進去 在我調教鏡頭的時候 在我身後已經有兩位跑手進來了 對呀!還未說這裡究竟在哪裡 就是連峰體育中心 為何無緣無故帶大家來神運呢? 其實一直都有觀眾留言 說想看日園賽九場的驗況 自停賽之後 基本上都沒有機會進來 加上位於快子基白朗古 將軍大馬路的正門 現在已經關了 大家陪我一邊神運 一邊看看有沒有你們想看的東西 當然啦!要簡單說一下這裡的資料 體育中心這裡早在1932年 這塊地已經用來賽九 到了1940年 澳門政府改建這塊地段為運動場 又叫做連峰球場 直至1989年 政府斥之將田徑鋪以全天候的泰坦跑道 令澳門田徑運動 進入了一個較現代化的新紀元 剛剛也有說過 運動場只是朝早6點至8點 免費開放給公眾 而其他時段都留給團體用 我們走了一小段 可以看到賽事的顯示屏 仍然有保留 這個體育中心除了眼見的運動場之外 都有其他設施 室內游泳池、健身室、多功能室、體育室和乒乒球室 這些都是另一個入口 在這個運動場 過往也有不少學校舉辦運動會 講完運動場少少的資料 又講一下日園賽狗場的歷史 賽狗場在1931年11月26日啟用 但在5年後停辦 到了1961年 一位印尼華僑向政府申請恢復賽事 隨即轉讓給日園賽狗有限公司 在1963年重新營業 到了1983年代股東何言世世後 公司股票進行內部轉讓 成為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業務之一 比賽的9隻選用來自澳洲的零提犬 亦叫做隔力狗 4隻選用來自澳門旅遊 3隻選用來自澳門旅遊 旅遊 旅遊 如果学校租借场地举办运动会,学生会坐在左边看台位置, 而参赛的同学会出到运动场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见不见到左边?就是白朗古将军大马路的门口 有玻璃这里不知是否喝茶的地方? 我不太肯定,小时候都有跟家人喝茶 如果大家记得,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现在看到有很多射灯的架子,应该是狗狗出场的地方 这边就是观众席 在2018年6月30日举办了最后一场赛事 象征有84年历史的澳门赛狗活动正式画上了句号 日圆赛狗场是亚洲最后一个赛狗场 更曾被时代集资网站选为25项游客不容错过的亚洲体验之一 现在很多时候在街上都会遇到被领养的隔力狗 在宠物诊所都曾经近距离接触过 他们的体型真是很高和很大,不过也很乖 Bugle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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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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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